我面前的这一条路是中正大道 我是顺着中正大道 一直往东 也是当地的一个大哥说 这边的环境也不错 叫我来这边逛逛 但是我走到这个地方 这个单车就提醒我 说是要超区了 所以说就顺着这条快速路 走一走逛一逛吧 山东之博的这个快速路 我走过鲁泰 圆山 昌果 这边应该是东面的吧 鲁泰应该是北面 昌果快速是南面 然后西面应该是圆山快速 是吧 这个是宝山快速 我们去逛一逛 转一圈 看宝山快速路入口 这个地方怎么是扎道封闭了 不让走了吗 我一走过的那几个快速 都挺不错的 上面修的像高速公路一样的 但是它是限速80 这边也是应该是拆迁的房屋吧 应该是修高速公路拆迁的 但是这路都已经明显的看修好了 很漂亮 是吧 山东自博的这个绿化 还有这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我真的是挺赞叹的 在别的城市 虽然是说别的城市当然也不差 但是感觉到细节 建的这些 我觉得自博是做的更到位 应该是这样讲 红绿灯 看看这扒的 朋友们 就是拆迁的 应该是拆的吧 它这个高速路是上面也可以走 下面也可以走 这种情况 这个地方 也是接着了 过不去了 哦 我知道了 这个是不是网上最著名的那一个 钉子户啊 看看这里 是吧 等于说我又拐回来了 这半边已经是通不过去了 看看旁边那边能不能过去 这旁边的这公园建的也挺好的 那边就是不通 然后就靠这一边右侧的这个道路啊 通行双向车辆 但是上面 上面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走近来看看 我还真的不知道呢 朋友们 咱们一直在山东自博啊 都是发现美好的 我没有想到 就是这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 好像在以前的话 偶尔之间 这个 谈出过一次有关于自博的这个 钉子路 并且还很出名 我也稍微看了一下 没往心上放 今天走到这里了 突然之间发现了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看看 朋友们 这一条路就是这样子 断了 中间一分为二 高架桥 高架桥可是一个重要的工程啊 看看 中间的是属于两层小楼吧 就这一栋 其他的地方应该是全部都通车了 桥墩都已经建好了 哎呀 这真是太可惜了 看这边的这些建材什么的 都还没有搬走 朋友们 看看 这个建材应该是建高速路的 快速路的 然后堆在这里 就是说 等一等到有的时候 这个看什么时候处理好了 立马就可以开工建设 就可以通了 我看其他的设施 绿化 还有什么的 人家都搞好了 包括这旁边的小区 你看这建的非常漂亮啊 这个地方离那个中任大道 就没有多远 看看身后朋友们 真的是没有想到山东滋博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明一个城市多了 那么一个城市大了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来这边 排到打卡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我只是经过这里了 突然之间发现 我来自博那么多次 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看前方就是商南路 然后花山西路 柳翼山路 这怎么说像这一种情况 这种叫什么 钉字户 这个钉字户 这个咱们没有褒贬的意思 只是说一个人的 他的角度不同 视线不同 他的思想可能也不同 对吧 如果是说换上咱们自己啊 包括就是如果是说 咱们自己的房子 没有达到预期的话 那肯定就是说 也不愿意去拆 但是总体来说 山东滋博这座城市 它的所有的一切啊 就是包括人性化 包括基础设施 一些细节管理啊 绿化成建等等的 还有这些教育医疗方面 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但是也当不住 它有一点小小的瑕疵 怎么说呢 总体的来讲 如果是说 那个 大家都从大局考虑 可能整个城市的一些面貌 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看看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瑕疵 就致使了这个 这么重要的一个工程 一个高速公路中断 无法通吃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资料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挺 挺有代表性的 然后也不多见 是吧 我在郑州的时候 河南郑州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丁子户 也是比较知名吧 他还是把南水北调 然后就是改向了 使南水北调那个工程 国家大工程 总投资两千多个亿 就是因为这个丁子户 那南水北调就改道 绕过了它 绕过了它以后呢 然后现在它那个房子 就限到一个什么地步 就限制在一个 南水北调旁边的绿化带里面 绿化带里面 它就堆了很多的那种 泥土啊 绿化就是堆起来的 它那个房子都已经 从地平面表面 就是三层楼房 也是三层楼房 并且面积不小 也是两栋 然后呢 就是从地面表面 就是看不到那个房子了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到我那个视频 如果感兴趣的 点击我的名字 往前面翻 一定能找到的 那一个也是 我走到那边 偶尔发现的 就是南水北调那一个 但是它那一个和这一个 可能是说还不同 因为那个是国家性的大工程 直接性改造了 这一个呢 它是已经修到这个地方了 无法改造了 朋友们是不是 总体来说呢 就是反正是咱们表达 我是记性的 就是想到什么 说什么 咱们的视频都是这样子 没有写文案 没有说是那个现场拍了 然后回去想想怎么说 怎么去写 然后怎么样 再那个再说一遍 没有那样子 我们就记性发挥 记性这样子想到哪里 说到哪里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 可能是表达的 不知道把意思 表达清楚没有 反正总体而言 我觉得哈 两方面 两方面都要理解 一方面自己的房子 不合适 不想拆 再一方面呢 就是一个还是以大局为重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不能说是因为一点点的什么 把整个的这种城市现象 或者是怎么样呢 就是停滞不前 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好 反正是咱们这种平头老百姓嘛 也找不到一个什么合适的一个方法 是吧 解决方式 人家专业的团队是找不到的 更何况咱们呢 对不对 朋友们 今天呢 也是走到这个地方 啰啰嗦嗦的 大家有什么感想 觉得应该怎么样做好 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一下吧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